不牽著孩子走進社區 看見後方一名男子跟上來 以為他也是住在社區的鄰居 趕緊扶著門讓他進來 沒想到這名男子進入社區之後 左看右看不斷徘徊 原來這名黑衣男竟然是 無故尾隨住戶闖進去 明明沒見過面卻黃丹兩人認識 警衛發現不對勁 立刻要他離開 這才驚覺他是尾隨住戶闖進社區 事發在14號下午1點多 台北市內湖找尾隨的住戶 事後發現他已經跟了一段時間 當時牽著小孩去超商買東西 這名陌生男就已經出現 沿著巷子一路跟 最後進到社區 不見得會特別去注意到 那昨天是因為覺得說 他行動有點怪異 所以有特別去做了解 趙瑋隨的女住戶還有身孕 還牽著一個孩子 丈夫說幸好沒有直接回家 否則被跟上樓 恐怕會發生危險 不過事發隔天這名男子 似乎還在附近除默 今天給我看他們跟蹤 這個有嚴重的 那是恐怖的 事隔一天 這名男子出現在另一間超商 拆零食吃 警方獲報後到場 發現他就是前一天 闖進社區的男子 依社會法來處置 並且通知家人帶回 東湖居民終於可以稍微安心 TVBS視訊 郭英特匹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